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人物叫做Amy冉婷恩 她有着厨艺的天分 居然七岁而已就可以煮出一整桌的家庭菜肴 最后还以餐饮学校第一名优异的成绩毕业 原本呢只是在母亲的pop店里头帮忙而已 不过为了爱她从英国来到了台湾 帮着先生在夜市里头创业 而且呢推出的招牌餐点 就是用英国啤酒原汁原味所做出来的炸雪芸 还有现切现炸的薯条 没想到呢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因此呢从小小的摊车开进了店面 这个英国女孩的爱情创业故事就在台湾展开 你切羊虫 北山的 如果你想要变成图示 你需要很会切东西 专业刀法 英国参与学校的第一名毕业的Amy 为爱来到台湾 也把一身好厨艺带进这个陌生国度 好 三次就够了 你知道吃够了你可以做这样 那没有下来 就这样 普及程度有如台湾严肃鸡的英国炸鱼 不因为在异地食材就草酸了事 炸鱼果的面衣用的是原汁原味的英国啤酒 没有冰箱的年代 英国人为了压制鱼腥味 因此发展出用面衣包裹海鲜 炸鱼 因此成为英国传统料理 每个家庭几乎一个礼拜就会做上一次 特别的是吃的时候还要沾上豌豆酱 我觉得自己做比较健康 这个有那么多那个回调面在里面 我为什么不要泡太久了 是因为那个如果泡太久 那个回调面都去外面 那个水 对 刚做出来的豌豆酱有着淡淡香气 颜色轻到发亮 加点盐巴胡椒就可以提出它的甜味 炸鱼搭配它 喂的就是切掉油腻 Amy不喜欢加工品 做料理很有原则 能够自己做的绝对不买现成 像是薯条 宁愿费工的削皮切块 也不买冷冻品 过去吃稀松平常 现在做却是别有滋味 我小时候如果我 我跟我弟弟有吃北山的 还是我们不舒服 那么做那个薯条我很开心 我吃的时候因为我像妈妈 新鲜现切现榨的薯条 可以尝到马铃薯鲜甜的滋味 只是台湾人已经被喂惯了冷冻薯条 味觉早就麻痹了 就比较健康 吃得出来 吃得出来 加来台湾 这台英国传统蒸汽式烤箱 就是它的嫁妆 一个个马铃薯往里面摆 30分钟后 马铃薯的皮烤到又香又脆 切开后淋上培根或是咖喱口味的 皇室加冕鸡起司酱 再放上现胶的切拿起司条 就是到美味的马铃薯料理 他看到马铃薯就很兴奋 趕快来给他吃 他吃一口就不吃 我就说 为什么不吃 他说 因为那个起司 它里面没有起司 我说有啊 起司马铃薯就是起司 他说那不是起司 是化学分 来到台湾 因为吃不到正统的 去世马铃薯料理 加上老公凳子想自己创业 听老公到底的Amy 于是献出她参与学校的绝魂 跟着老公在夜市摆摊 卖起英国炸鱼 刚创业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负担自己薪水的时候 我们是每天都要吃马铃薯 嗯 然后就吃吃吃 吃马铃薯 吃马铃薯 你们摊子卖剩下的 对 对 会吃到怕这样 当时Amy早上教英文 晚上就跟着做生意 你让他一天接两份菜啊 对 因为 因为他做的最好吃 没有了 没有了 有没有很心酸 有一点 对 真的很心酸 假机随机的Amy 跟着蹲在路边 刷锅洗菜 也不敢乐观本性 我学 我有什么好的东西 我有好老公 我有好的朋友 我来台湾 那我 什么东西 我开心的东西 就靠着写下正面鼓励字句 撑了下去 终于Amy对料理的坚持 逐渐累积死忠顾客 还被PO上网 因此弹车生意有了名气 生意越来越好 夜市苦蹲一年后 终于由本钱租下淡水店面 开启梦想中的美食王国 然后有时候我们 情绪比较低 他就会说 我来这边都是因为你 对 很坏喔 对 然后我就说 那当初我们不是说 要住台湾 你就说先住台湾 你现在会后悔吗 没有 没有后悔 有吧 没有啦 我看这里不错 我来台湾 大部分的时间我很开心 开朗爱笑的Amy 总会让气氛变得和欢许多 当年两人都是背包客 就在北京的青年旅馆里相遇 带完你的iPhone吧 带完 对 我刚来的时候 我有看他 我觉得他很帅喔 觉得那么帅喔 可是他是一个人我在等 我一直看 他有女朋友呢 没有 我一直看 他比一口男生更帅 我记得 我记得 个头娇小的Amy 当场被灯子给电到 虾拼乱凑的破英文 竟然成功跨越凡离 这种英文就都ABC啊 乱讲 像 有一次他问出他吃什么 然后想说看 See you 对 然后他就认了一下 他就 Oh I want to try this food 就是他还是了解我 我想要表达的 对 See you 两天之后 两人就飞回各自的国家 大概每天我在等他的email 好可爱喔 那么喜欢他 然后我一直哭 他说为什么 你要认识他两天而已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很大大的感情 email无法解箱私情 于是辞去外商业务工作 凳子飞到英国 说是寻找创业灵感 其实是要看Amy 终于一年后 顺利把美娇娘娶回台湾 所以有时候我在买东西 然后在嗶 一直敲 一直敲 对 是这样的 对 我想小心一点 来到台湾才开始学中文 一开始听不懂 又勇于挑战 于是自个儿跑到菜市场买菜 结果老板娘说什么 她都点头 最后买回一大堆 不是她要买的菜 甚至因为是外国人 还惨遭诈骗 一千块只买到一包的茶袋 但经过四年协力 她已经很能入境随俗 二十九 二十九 好 你有零钱吗 好 谢谢您 谢谢 这会不会差价 一点点 你们说 太贵了 不好意思 太贵了 那台湾脸皮变化了 有着厨艺天分 Amy七岁就能煮出 一大桌的家庭菜肴 其中拿手的农家馅饼 是从小做到大 相传是一位穷人家的妇人 过年时为了给家人加菜 于是把手边剩下的蔬菜 全部炒在一块 再以辣酱油和红酒调味 然后把捣碎的马铃薯泥 铺在上面 加些起司 就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 北英国料理 如今爱情的力量 让这份美味传到了台湾 我想嫁的时候 我变成不好的人 不好老婆 想嫁的时候 我想跟你离婚